政府星期一三读通过了废除强制死刑的法案 法官被赋予了裁粮权 在特定的罪行下 罪犯不一定要面临死刑这个唯一的刑罚 法案通过之后对于谋杀案的死者家属而言 犹如巨大的噩耗 不断请命要求政府收回决定 但是对死囚的家属而言 犯错的至亲得到了第二次生命的机会 等同是天大喜训 经历好几届政府之首的废除强制死刑草案 终于在星期一三读通过 从今以后 五国废除七项法令下的强制死刑刑罚 1300名死囚暂时不用上缴刑台 而是有机会上诉 并由法官来裁决 首相署法律事务及体制改革部长 拿督斯里·阿沙利纳认为 事实证明 死刑不能有效降低罪案 这个结果对那些死囚家属而言 确实是惊喜交集 西地的儿子拉沙利 23年前因为持有851克大麻 结果被法庭判处死刑 面对儿子轮延连接下求等待绞刑 每分每秒都在倒数生命 自己却却在监独中心中满是煎熬 毒败和死囚 西地一家人多年来背负的沉重污名 他承认儿子曾经犯错 但是罪不至死 多年来身陷淋鱼 足以让他痛定思痛 如果能够做一些事实上 如果能够做一些事实上的事实上 如果能够做一些事实上的事实上 她通常发问 政府废除强制死刑 这对死囚家属而言是天大喜讯 不过在天秤的另一边 不少人为重大刑案受害者喊冤 认为死囚最有应得不值得可怜 要求政府撤回这项修正案 首相署推动多时的法案通过了 但死刑存废引发的争议 才是政府接下来真正需要正面回应的问题 感谢观看